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三圈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先来掌握国际的情势 不过不是乌尔战争的焦点 而是台风卡努 因为台风卡努现在已经擦边球要经过台湾了 不过在讲卡努之前 我要先来介绍今天跟我对谈的是 国际新闻记者黄振宇 振宇好 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卡努台风到底这个帮让台湾的北北基宜 在8月3号周四这天是停班停课了一天 好但是现在这个日本冲绳也因为卡努台风的肆虐 所以非常的可怕满目疮痍 怎么说呢 他们因为每个小时风速有达到185公里 是相当于三级飓风的威力 所以各地的电缆还有树木都导成一片 那很多民众还被撤到了避难所 那甚至有这个爱原县的旅客 原本趁着暑假想说去冲绳玩 结果他们在退房之后遇上台风 而且机场关闭 所以只好求助当地的施工所 卡努台风来势汹汹 阵阵风雨在日本冲绳线路上 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 被连根拔起的树木横躺路边 但最危险的是摇摇欲坠的广告招牌 大片房屋铁皮被吹先的残骸散落一地 用民众就被用来压屋顶的砖块砸伤 同时不少电缆被吹断 冲绳奔岛一度有快20万户停电 带在家里也不安全 冲绳奔岛约68万人撤到避难中心 里面还有到冲绳玩 结果碰上台风搅局 也来求助的爱源线旅客 除了担心狂风还有大雨淹水问题 纳巴机场降雨量多达307毫米 周四往返冲绳航班 已经取消254架 冲绳气象厅卫星云图显示 卡努阵营每小时15公里前进 CNN也报道 本周稍晚卡努继续朝台湾与中国大陆移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知道卡努台风 现在擦边球经过台湾 也是很担心会有这个强风好雨 不过我们想到在上周 还有另外一个台风就是杜苏瑞 好他也是擦边经过我们南台湾 让南台湾放了两天的台风架 好但他后来是往中国大陆福建 这边来直扑 那这个残余的环流其实有北上 那北上周让华北地区哇下了暴雨耶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桌州 他在河北 好他只有断水断电断粮 怎么回事呢 居民说真的是两天两夜 都是属于一个断水断电断粮的状态 怎么生活啊 他们说水位大约有三米左右 那楼梯还嘎嘎响 似乎好像有坍塌的风险 因为泡在水里嘛 这可见这个楼房 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坚固哦 好那受困的多为老弱富儒 那大概有几百人左右 好这是当地居民所说的 救援队怎么说呢 他说其实很多的路都不通 而且水位最深有三米 跟居民讲的是一样 那很多的疲乏亭 不慎还会撞上障碍物而漏油 他们说其实最艰难的 就是因为杂物非常多 那跟2021年郑州水灾相比起来 救援是更加的复杂 那也包含了通讯中断啊 所以很多人根本定位不到他在哪里 他没有办法往外求救 甚至道路受困 物资难尽 有超过13万人受灾 哇这恐怕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哦 对而且这个桌州 算是一个中国大陆出版业很相当盛行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的书商 他们的书是泡在水里面哦 所以影响到的这个商业损失也蛮大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北京哦 北京受到的这个灾情呢 受到这个杜苏瑞外围还流残余的影响 哎这个雨量是创下了140年来最强的雨量 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7月29号到8月2号的时候呢 他们的降雨量是达到了744.8毫米这么多哦 那跟140年前比呢 真的是创了记录 因为之前北京有记录以来 最强的雨量是出现在这个1883年哦 当那时候的7月下旬的时候 哎雨量是510.3毫米 就这次又更多 对那后来有曾经有过到609毫米 所以这一次是又创了一个新的记录 那有这个北京的气象局这边有讲说 其实哦在这个华北的东部 还有东北还有华南的西部南部 西南地区南部等等之类的 其实有几个风险哦 一个是山洪 还有这个城市的内涝 风暴跟农田 这个可能会淹水等等哦 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另外在长江上游的支流 以及洞庭湖还有 浦阳湖水系跟黄河的上游哦 有可能这个洪水也会超出警示范围 那有可能会有区域性的暴雨跟洪水 另外连这个黑龙江这边呢 也经发了这个暴雨的警报 所以说目前其实这个接下来卡努 有可能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中国大陆这边啊 但是北京这边还有河北这边呢 这个积水还没有退哦 所以现在整个当局都是相当的严加震态 对我们刚才讲了北京又讲到了河北嘛 所以华北地区真的是很惨哦 水乡泽国 好但是像北京的门头沟跟防山区 其实他们的水有渐渐在退啦 但是整个河床跟路上就像是一个汽车坟场 怎么说因为到处都是泡水车 和被灭顶的车辆残骸惨不忍睹 大水过后树枝和泡水车 成了北京门头沟和防山区河床 最常见的景象 无论是河床上大马路上还是桥上 当水退去随处可见汽车残骸 每一辆的受损程度都让人触目惊心 急着返家的北京郊区民众 得四肢并用才能通过被碎石 和淤泥阻塞的道路 家有一半被埋在泥沙里 前方的道路早已被洪水淹得 面目全非像乱石堆 目前北京的门头沟依旧断水断电煤讯号 上一个台风杜树瑞重创北京和河北 水刚退下一个台风卡弩已经在路上 目前大陆北方正在进行救灾 南方全力防卡弩台风 浙江海浪汹涌 二号已经将应急响应 从四级提升到了三级 至于北方的河北和临近省份 八个旭洪区和治洪区也已经启动 TVB的新闻朱光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其实北京下这种暴雨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它曾经在2012年有个721的特大暴雨 另外在2016年也曾经下了暴雨 那刚刚这个一伦有提到说 其实在2021年郑州那场暴雨 就是其实让这个习近平政府有意识到说 这种极端气候酿成的这个灾害非常非常的可怕 要好好来提防注意 所以说其实中国大陆在2018年的时候呢 他们有成立一个应急管理部 就是要让中央跟地方都可以来做紧密的配合 在这个天灾的旧灾上面要来做很好的搭配 那他们同时在2021年的时候呢 有推出一个叫做加强极端天气防范措施 来做一些规范 熙熙平也讲到说 其实极端气候对人类是造成了生存威胁 那他要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结合 那他讲这些讲规讲 而且很多的官媒哦 其实也有做一些 呃算是评论吧 比如说像是这个人民日报 他讲说没有一流的下水道就没有一流的城市 那北京晚报也曾经讲过说 城市规划呢 需要纳入各种安全的风险哦 应该尽快建设有任性城市的生命线 但是你看讲了这么多这种暴雨 虽然说可能已经有做一些的规范 但是可能面对这种很突然的这种暴雨 还是没有办法 基础设施没有办法跟上去 所以造成淹水 像是这个香港01的 呃驻台湾的记者哦 他曾经有讲过一件事情 他就说在大陆要抬头看 在台湾要低头看 什么意思呢 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哦 你看到他们城市的这个摩天楼啊 很高很多 感觉好像建设都还不错 但是只要遇上这种暴雨哦 蛮多 北京蛮多地方是很容易就淹水的 但是在台湾 哎虽然说我们的高楼 并不会像是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那样的多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强降雨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其实是蛮OK的 并不会像中国大陆一样淹水淹的那么样的厉害哦 所以说在台湾他其实是在赞扬台湾的这个基础建设是做的还不错的 所以说这一连串的这个暴雨啊 然后这种淹水等等 其实哦是对中共的第五个现代化算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对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个天灾必须要来积极的解决 不然你总不能蒙着眼睛然后人民造反吧对不对 是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刚刚河北的桌州其实有淹水的灾情 他们大概有六分之一的人口被疏散哦 那大批的救援也奔赴桌州来救灾 不过在这个时候却在网路上传出说 哎好像是牺牲了桌州保北京 所以才让家园淹得这么惨 哎这在网路上有发酵 所以中国大陆官媒也赶紧来辟谣 河北桌州目前人泡在水中水深近六公尺 大陆记者随救援队进入了重灾区 水位接近了红绿灯的高度 行道数只剩下了顶部露出情况相当惨重 民怨四起之时 现在传出大陆未保首都北京 让六环外的防山区水库泄洪至避临的河北桌州 迫使许多桌州的民众来不及撤离 家园被淹成了一片汪洋 对此为官方喉舌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辑 胡锡进发微博表示 牺牲桌州保北京是五级之谈 桌州递出北京马河的下游 北京市的防山区处在该河的上游 众所周知啊 分红都是上游未保下游采取措施 处在下游的桌州 怎么可能为保上游的平安而在县域内分红呢 所以说啊 桌州为北京分红自我牺牲 是根据为零的武端一策 而北京郊区和河北桌州的惨况 连外媒都很关注 毕竟这是大陆首都早遇140年来最严重的降雨 镜头转到北京永定河上 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灶连拱桥 卢沟桥 至今830年历史 在这一次的洪灾中屹立不摇 原来是卢沟桥奇特的建筑结构 发挥了重要作用 桥蹲成船型 引水面砌成了分水间 使每一个分水间都有一根三菱形的铁柱 俗称斩龙舰 用来迎击洪水 桥孔不易被堵塞 让卢沟桥这座古桥的承载能力更加强大 TVB新闻朱光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我们镜头还是要再转回乌俄战场 我们知道乌克兰从6月开始反攻到现在 进度相当的缓慢 虽然常常乌克兰都会说 好像又收复了一座村庄 但现在村庄可能规模很小 所以这个进度实在是微乎其微 那到底为什么呢 其实他们有专家分析 说俄罗斯的防御也蛮强的 好我们先看到经济学人 这是一个澳洲退役的将领 他有在做一些分析 他说俄罗斯打造了将近80年来 最复杂的致命防线 那经济学人就说了 其实俄军在乌南防线这边 还深达数十公里 他们希望就是要瓦解或拖延联合兵种小组 所以乌军会面临很多俄军的致命组合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乌军碰到最大问题就是地雷 对 好他们有设法要排雷吗 好排雷完之后 其实俄军蛮厉害 他们可以马上用这个飞机或是用一些火箭 他们用些不同的方式 重新又再布雷 所以他那个速度跟 打不完 打不完真的 所以他们才说这个是蛮致命的一个防线 好但我们知道乌克兰也没有让俄罗斯专美于前 他们现在也开始慢慢的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好像是莫斯科不就是有两天两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吗 这就算是一种证明 这也让莫斯科人感到战争离我蛮近的也算是一种心理战 那纽石说现在至少有三型的乌克兰制无人机用在攻击俄国的境内 这似乎是代表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队也是蛮厉害的 所以乌俄战争现在持续还在发烧当中 不过我觉得西方国家看起来有点疲累了 对到底要怎么结束这场战争恐怕就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依旧也是乌俄战争的议题 因为现在距离这个罗马尼亚不到1.6公里的伊兹梅尔港 在2号晚间遭到11架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 乌南的南方司令部这边说 这些无人机就是故意瞄准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 防空部队虽然有击落11架 但是他们说应该还有一些漏网之鱼 因此造成部分的建筑物亏损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多达20个地区 周三晚间遭俄军炮击 路面被砸出一个又一个大坑 不止如此俄军还出动见证者号自杀无人机 对奥德萨在多脑河的伊兹梅尔港 发动长达三小时的空袭 尤其伊兹梅尔港离北约国家罗马尼亚 只有不到1.6公里距离 当地渔民也近距离拍下港口着火画面 尽管乌军拦截其中11架 还是由骨仓和升降机遭到破坏 大量粮食从骨仓屋顶涌出 甚至被烧得焦黑 国际小卖价格瞬间飙涨 CNN分析俄罗斯平凡攻击 乌克兰出口3300万吨粮食的港口 借此施压要重谈酝酿协议 同一天乌克兰首都基辅 也遭到俄罗斯五人机大规模攻击 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至少15架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TVBS新闻综合报道